中信兄弟轉運守官大園 十二號交手藝大的比賽 八局上對手反攻時登板 頭0.2局50分安全下莊 生涯第五十次中季成功達標 成為季高健三 沈玉潔 林正峰之後的第四人 而且三十二歲的年紀也是當中最年輕達標的選手 五十次中季在職棒的旅途上應該都算是一個過程 紀錄上的東西有時候是可遇不可求 那再加上還要配合球隊有辦法贏球 其實也沒有去規劃說或是說 預期自己要有什麼樣的目標 那最基本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轉運守闖蕩中華職棒第五個年頭 曾在前年單季拿下高達二十個中季點 可惜過度使用造成右肩受傷一度陷入低潮 今年強勢回歸目前出賽四十八場投四十七點二局 每局備上累率1.24 防禦率3.78 並以十五次中季成功和一大林一豪在排行榜並列領先 除了重訓有成定位明確也讓轉運手投得更有信心 可能就是固定都是在第七局 第八局就要做準備 整個調整方面跟隨時在準備比賽的那種心情 會比較好拿捏跟掌握這樣子而已 對戰績長紅以七場勝差遙遙領先 而且全年度戰績五十二勝一合四十六敗 和龍頭Lamigo只剩下二點五場勝差 本週交手桃園的系列賽如果都贏球 距離全年度戰績第一將更進一步 轉運手也準備好全力以赴幫助球隊 到下半季其實他們也變成Lamigo也賭進了一些心血 那當然希望當我上場的時候可以給予球隊最大的幫助 還有教練給的任務能夠順便完成 管大員不在意個人成績只希望盡力幫助球隊贏球 不過靠著好表現他在投手球上奮戰的身影 絕對耀眼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